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畅销的哈佛H6 使用了三年的时间赤金都还没有换车 从此就可以看出对自家汽车多么自信 而李舒福为吉利所做出的贡献的十分卓业 他的一辆车是吉利自主生产的最右键 这辆车在当年也有非常风光的历史 尤其是该车的安全护卫系统非常亮眼 如今李舒福的座驾还是吉利博锐 北极老板徐和一就没有像前两位大佬一样 他的座驾是一辆德国奔驰车 直到自己说是感受一项国外品牌的力量 通过竞争体会来提升自己的品牌实力 部长网友表示 北极的车我们也不用买了 我们也去开国外的汽车学习一下 其实使用自家车辆代步是最独特的宣传方式 而网友就认为徐和一是对自己的汽车不自信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请再向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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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